好 接下来这个影片可能会很长 你看这个时间表就知道了 题目是每一个和弦 它的特色或者是情感 或者是它的用法 过程中我可能会低头 因为这里有笔记 那我在这里描述 我描述的和弦色彩和弦 情感不是讲什么和弦 比如C和弦 A和弦 F和弦 然后这样不是 我讲的是和弦极数 比如说一级和弦 比如说二minor和弦 比如说四和弦 比如说四minor和弦 或是二major和弦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第一个它可以用在不一样的调 一个色彩它可以用在不一样的调 它还可以继续成立到 比如说 这什么 徐薇的春海这首歌 换了一个调 即使换了一个调 不一样的和弦 但是它的和弦进行 用到的和弦极数还是一样的 它的色彩还是一样的 顶多是音域上有些不一样 这个如果你有点不能够理解 就想办法找到我们私下做交流 这里就不浪费时间 所以我在这里描述的是 一级和弦 C 我们都以C调为举例 当然你可以用任何的调 二级和弦 这里比较重要 我不会讲二级和弦 我会讲二minor和弦 就是二m 二minor minor就是小的意思 它如果翻译成C调就是D minor 有人说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很多老师 他就讲二级和弦 因为二级和弦的通用 就是二minor 他就把那个minor省略掉 就叫做二级 这里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会把那个M讲出来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会有非常规应用 比如说二major 那为了我要区隔 这个非常规应用的话 所以我得把minor 或者是没有minor 就是major这件事情讲出来 所以这里大家见谅 就是会比较啰嗦一点 而且我在讲的过程中 我会讲到一些特殊的应用 就是说 除了我们常规的 一二minor 三minor 四六minor之外 我还会讲一些其他的变种 比如说一属七 比如说二major 三major 四四minor 然后五minor 六major 都有可能 所以会比较啰嗦 希望我讲的比较乱调 好 开始 好 首先讲一和弦 一不是ABCD的一 而是一二三四的一 在C调里就是C 它是一个很正的起手式 如果是一首大调的歌 很长就是从一开始 或者是至少回到一键数 不一定是一开始 有可能 但是它就是一个回家的感觉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有没有回家的感觉 我会做一些特别的应用 比如说 Emajor 7 就是把E的E 变成一个降半音 它听起来就 还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有没有觉得 它就是一种忧伤感 因为你如果回到E 觉得太正了 有些歌它很正能量 当然可以这样 但有时候你比如说在一个 大家都装模作用 假装很忧伤的酒吧演出的时候 你就要来点忧伤感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 那刚刚这叫做major 7 那如果是7呢 就是E属7 E属7有个特性 就是E的属7很想要去4 以前我在教学的时候 就说E属7去4 不是去4 是去4 这里举个例子 是你 这就结束了 听到这个音 你就会想再一次 结束了吧 没有我的心真的 受伤 结束了吧 没有我的心真的 好 你一直弹这个属7 E属7就结束不了 因为你弹了一属7 就会又想去4 4完又来一次5 然后又回到E 好 这是一集的用法 你看 四五一有这种特性 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二五一 二 minor 就是二miner这个和弦 常常是用在五的前面 五哦 它就是 我刚才讲 E不是回家吗 五呢 就是在后门 准备回家 然后怎么去五呢 通常有一个楼梯 就是二miner 月亮代表我的心 二miner 五一 一个楼梯 到了后门 回到家 二miner有这样的用法 而二miner 五一 它有个替代 就是四五一 就是二miner和四哦 它们有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 常常被用到 因为二miner的主成音是 二十六 四和弦呢 是四流一 二十六跟四流一呢 它们有三分之二的重叠 所以它们有一个 很好的被互相取代性 那是不是所有三分之二重叠 都可以互相取代呢 也不一定 但是二miner和四是很明显的 比如说有一首歌 成都的那个尾巴 小酒馆的门口 最后这句话是 就是回到了后门 还没有回进家里 但是 它在去后门之前 因为那个地方弹了三次 一个小节弹了 我不知道是几个小节 反正弹了 那个和弦弹了三次 如果你都弹四 就太久了 那如果都弹二miner呢 也不行 所以我会怎么做 我通常会弹 二四二五 或者是四二四五 就是 二miner和四 既然有这么强烈的 可取代性 当那个地方 有点重复 有点多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们 互相交替来一下 以免太无聊 太枯燥 所以你以后看 你手上这些歌 如果有四的 你可以试试看 用二miner取代 二miner你用四取代 你就会发现 它有些好玩的特色 但是又不会太有违和感 好 我刚刚不是说到 为什么我二miner 要加一个miner 因为它有可能是major 就是把那个m拿掉 变成 这个声音 其实 多了一个声发这个音 在C调里面 有一个声发式 是不正常的 这种非常规的和弦 它会让你整个首歌的 气氛变得不一样 通常在这个时候 你听它的旋律 也会不一样 我先想到一首歌 是《小幸运》 《小幸运》里面的 二miner 常常就用二major来取代 或者如果你以后写歌 你也可以试试看 里面搞个二major 它就会有种心脏 提起来 或者是飞起来的感觉 《小幸运》 再一次哦 一二major 四味道一 这个和弦进行 我也常用 因为它很美 好 再来讲三 三级通常是三minor 在C调里面 就是一个em 我们常常听到 有人说 一六四五 其实是一六minor四五 那一六四五 是一个很常见 甚至常见到 有点俗气的和弦进行 那一三minor四五 是它的一个替代方案 而这个替代方案 会比较忧伤 这里面典型的例子 就是宋东雅的《莉莉安》 一个哒哒的女子 长发垂直 在旅家很远的地方 有一片海滩 这个悬调太高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一六minor四五 它是一个很常规的进行 它还比较正能量 虽然有点俗气 但是如果把它改成 一三minor 哇 整个就暗淡 忧郁了起来哦 一三四五 是个这样的应用 好 那 里面有一些暑气的应用 我就不讲了 所有的和弦 不能这样讲 二级 三级 五级 六级的和弦 加入了暑气 都属于一个 和弦 调内的一个应用 那当然有一些 不是呢 我先不要讲 太偏 我怕太累 好 那三我先讲到这里 四 四哦 这个和弦是很常用的和弦 像布鲁斯或者是美国的乡村乐 它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和弦 就是在家里是一 出了门就是四 它是一个很正能量 很明亮的和弦 还有 呃 这种明亮的节奏或者是明亮的风格 常常就很容易去四 不是去死哦 然后 还有一种应用就是副歌的头 哦 比如说 你存在 就是副歌 如果还是从一开始有时候就会弦单调了 那副歌如果从四开始 四开始 你记得我刚讲四之前 可能是一个E7 E属7吗 所以四是一个明亮 出了门像爬山一样的这种感觉 那常常也用在副歌的头 好 四还有一个特别的应用 是叫做四minor 就是带M的 那这个就诡异了 四M是诡异的和弦里面的 属于忧伤型的 比如说这里有个典型应用 呃 是王菲的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这个地方 你记得我刚刚说的吗 一个一首歌往前走 和弦进行 只要用到了调外的 就是一种非常规的应用 比如说明明就是该四 它变成四minor 明明就是六 它变成六minor 讲错了 明明是六minor 它变成六 至于有没有minor 它什么是常规 什么是非常规 我相信 如果你已经知道 你就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要找我 发你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再交流 这里就不浪费时间了 那我就讲说 四minor 它有种忧伤感 它多了一个什么音 这个音 这是一个 声搜 或者叫做降啦 刚刚王菲那首歌 是一个典型例子 还有呢 许位的春海 这个地方就会 有忧伤的感觉 如果你把这地方弹成一个F和弦 它就明亮极了 但是你变成四minor 就会 很多地方都有四minor 比如说我们在教堂里的 最后那个阿门 它就是 阿门 阿门 四四minor 它有一种 这种下去的这种 也是有点哀伤风格 刚刚王菲那首歌是吗 还有一个例子是那个 radiohead clip 下一个和弦来咯 下一个和弦来咯 这个歌在后面的歌 在那边 撕吼的时候特别明显 怎么怎么吼 我已经忘了 你看到了第四个和弦变成四minor的时候 整个气氛就哀伤下去了 好这下讲五 五是比较单纯的 五它就是我刚讲的家的后门 是准备回家了 后门 回家 一四 上山了 五在后门 回家了 好 这个五 它的五鼠七 是一个很常用到的和弦 五鼠七 有一个更强烈回家的感觉 某年某月 某年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你看 就更想回家 所以五级的鼠七 在你 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和弦表里面 会有六行 那有的人很无聊 加了第七行 人家以为是七级和弦 其实不是 是五级鼠七和弦 所以就会看到 C调那边 最后一行 竟然写个G7 G7 这个表格是蛮害人的 它让你有误解 以为是七级和弦 其实不是 它就是个五级鼠七 常常用到 它也没有取代 七级和弦的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说法 这个不要被误导 好 那这个五级和弦 还有一个应用 是比较怪的 是五minor 这个非常少用到 而且它的这个个性 有点强烈 你不能 勉为其他人去用 那会怪怪的 呃 我通常会看到 它应用是在 卡农和弦的 这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 宣草花的前奏 哇 太美了 这个地方的五minor 就非常的美丽 其实这个地方 如果是正规弹 卡农 应该是个三minor 很合理啊 非常合理 但是变成一个五minor的时候 有一种 掉起来的 美丽的神秘感 什么姑娘 什么姑娘 好 讲六 六最常用到 就是六minor 我刚刚讲三minor的时候 就说到 1645是很常用到的 1345就是一个 它的取代 1645常用到 都有点俗气了 我每次在 一首歌的八歌的时候 如果它 一首歌 它走到一个地方 开始下沉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弹 我就会试试看 三minor和六minor 通常就对了 要嘛就是三六 要嘛就是六三 那六minor 几乎没什么好讲 它就是一个 一在加力 六minor 撑下去 四上三了 五到后门 回到家了 一 但六minor 有一个我特别爱用的用法 叫做六major 就是把那个M拿掉 它通常用在 四五三六二五一 不对 它通常用在 四 对对对 通常用在四五三六 的那个六 你如果把那个M拿掉 它会有一种 很奇妙的 大调的神秘感 比如说 这里是一个六minor 对不对 那如果把这边改成六major呢 有一首歌是叫做完美夏天 这首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它整首歌用到的就是 四六minor 六minor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套路 这首歌是一个也算蛮正能量的小调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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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问题来了 完美夏天这首歌 它很妙 它把这个六min的名字 六major 就更大调一点的神秘感了 其实我已经忘了你这首歌怎么唱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回到六弯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 就是它本来是一首要回到沉下去的感觉 却在那个时候因为你把它改成major 它就跳起来了 这个我想想看 我记得有很多应用 我想到了我想到了 就是其实四五三六二五一这类的歌 它特别适合用六major来取代那个六minor 它会有种掉起来的感觉 那个奇妙能力歌就是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很正常的六minor 那如果把它改成major呢 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个地方它故意把六minor弹成了六major 它在那个地方就会提起来 当然有一些故意 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故意怪怪的应用 也会用到它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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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you cry i i tonight There's a heaven above you baby Don't you cry i tonight 这就是很正常的六minor Don't you cry i tonight 诶不太对劲了 诶不太对劲了 怎么变成一个六major 当然这首歌更原版的结尾也很妙 就是 Don't you cry i tonight 回到了E 它本来是小调的开始 它变成回到E 就忽然正能量了 当然我这招怪怪的也不错 就是六major 原版 Don't you cry i tonight 原版的正能量版 Don't you cry i tonight 六major 乱七八糟版 好 先这样 你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没有讲到七级和弦 在和弦进行中 七级是非常非常非常少 被使用到的 有多少呢 几率概率非常小 小到就像卡大山 忽然跑到你家 要嫁给你一样那么小 所以先忽略它 但是各种暑期和各种 major seven是很多的